什麼時候事情都會很順利 OK 收到收到 收到 圓滿如意 何丈年緊緊笑得開心 與您欠賞張立善 北上合體新北市長侯友宜 東道主還送上紀念品 象徵如魚得水 似乎頗有含義 因為張立善從去年到今年 頻頻走訪新北 傳出2026友誼挑戰 新北市長保衛 你想太多了 講太多了 我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沒有嘛 張立善笑說想太多 侯友宜還轉頭問問 參選呼聲也高的立委洪孟凱 就連新北市副市長劉荷然 也在活動結束前 突然出現 市長會比較支持誰選市長 會比較支持誰選市長 我們繼續努力吧 市場 現場飄出較勁異味 畢竟根據林傳媒報導 張立善哥哥張榮蔚 積極整合新北雲林同鄉組織 甚至今年9月 還成立雲林慈善基金會 談開董事名單 還可見 綠營殷藥角黃成國 跟前雲林縣副議長曾擔任 二零二零蔡英文 進總總督導的蘇俊豪 似乎有意拉攏綠營藥角 為北上擴張政治版圖先鋪路 張立善選新北是天方夜譚 不太可能 但是我聽到的消息是這樣 確實最近張家班 他們跟新北的雲林同鄉會 互動很密切 看得出來張家是有努力的 想要觸攪往雲林以外去走 讓自己成為新北市民的最佳選擇 至於國民黨的人選 就讓國民黨自己去決定 被點名的殷戲要角黃成國 私下透露並沒有被拉攏 二零二六新北市長選舉 各方人馬鴨子滑水 三十六部和許全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